非洲肯亚北部的Turkana地区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还有湖泊 当地的沙漠游牧民族Gabla族 在恶劣的环境中存活 这个民族发展出很独特的文化 这个现场其实是在去年的11月 在靠近Turkana湖边的一处国家公园 几位当地的男性五道 政府总是如此 当时这个活动是因为政府引进太阳能电板 进入这个极度偏远的部落 就邀请原住民族人来进行五道的仪式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这个民族的族人也跟其他原住民族群一样 面临生存跟文化保存的危机 围成一个圆 拍手 跺脚 打拍子 迎上传统歌谣 这些是真正的沙漠游牧民族Gabra族 在这里Gabra的传统 似乎仍然充满活力 但其实Gabra族也跟许多原住民族一样 面临到文化存续的危机 虽然现在仍然唱着听起来热闹 生命令十足的歌谣 Gabra族人很害怕也很担忧 文化是否可以真的传承下去 这位生养了五个孩子的长者下定决心 智力要让传统文化可以世代传承 生生不息 这个部落和骆驼的关系非常紧密 不只是喝骆驼奶吃骆驼肉 也使用骆驼皮来做寝具 Gabra族原本是居住在伊索皮亚 后来移居到肯亚的北部 继续逐水草而居 他们住在东非最大的 Chelby沙漠的中央 这个区域环境困苦 许多其他游牧民族都无法生存 Gabra族却在这里开枝散叶 Akamo是一个强烈物 它在最坦的状态 它不需要水 甚至在最暖的日子 像现在没有水 所以在这些时候 它是Camel的状态 在肯亚有42个原住民族群 其中一个称为Oromo族 又再分成几个亚族 分别是Randila族 Orma族 Borana族 以及Gabra族 不过这几个族群 虽然讲同样的语言 但传统跟信仰都大不相同 身为一位Gabra族人 生活是很劳力密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执掌 女性负责搭造住屋 并且对家里的一切事物 拥有完全的主权 男性则是在政治和司法行政上 扮演积极的角色 虽然Gabra人没有专属于自己族群的年度大型庆典 Gabra族 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场合都会有庆祝活动 而婚礼是这个族群的传统中最重要的仪式 在热闹的庆祝过后 新婚夫妻要先在这样的围栏中生活一个月 才能搬到自己的家中 Gabra族人也是爱好和平的民族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Gabra族 有句Gabra族谚语可能会是最佳写照 就是一位穷人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 意思是Gabra族是如此乐于分享 并且互相照顾 没有一位Gabra族人会挨饿 会没有牲畜或是不被热情对待 透过信仰和文化连结 再加上通婚和结盟 Gabra族要将传统价值 传承给年轻一代的决心非常坚定 文化歌舞表现非常丰富多彩 欢乐又着急蓬勃的Gabra族人 虽然面临现代生活的挑战 仍然努力为了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而奋战 记者都记得卡洛编译 Gabra族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